红凤凰粉凤凰 红粉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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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比较难 粉凤凰 红凤凰 粉红凤凰 红粉凤凰 操着一口惊味普通话 时不时被自己回答的内容逗得开心大笑 镜头前的古爱玲 没有了滑雪赛场上的那份霸气镜头 却多了几分这个年纪的可爱与灵动 9岁拿到全美少年组滑雪冠军 11岁摘得全美自由式滑雪 13岁以下泼到障碍赛冠军 2019自由式滑雪世界杯意大利战 又收获泼面障碍冠军 16岁的年纪里就拥有了许多出色的成绩 古爱玲被滑雪界称为天才少女 面对天才少女的赞誉 古爱玲近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优秀成绩的取得更多源自于刻苦的训练 天才有可能是一部分 有可能 我妈妈老说是 但是我自己觉得 大大多数更是努力和时间和平衡和自律 就是这些生活方式 8岁那年 古爱玲加入自由式滑雪队 为了参加训练 小爱玲每个周末都要坐车4个小时去到滑雪场地 第二年 一场比赛的胜利 为她的坚持带来回报 也更坚定了古爱玲坚持滑雪的信心 花雪八年 古爱玲这一路上也经历了各种伤病 12岁时经历锁骨断裂 去年一次跳台意外又造成脚骨骨裂 尽管伤病频频 但对于滑雪的热爱 让古爱玲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你做什么都可能伤 对吧 但是你要是遇到 遇到开始难的时候 开始受伤 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你就来 接着想你的热爱 我要是真的热爱滑雪 那什么都停不了我 就我不敢 不管遇到什么 我都不会放弃 古爱玲的家里 摆放了她拿到的60多块奖牌 古爱玲告诉记者 比赛只是滑雪的一部分 自己喜欢的是滑雪 而不完全是比赛 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2022冬奥会 带着轻松心态出发的古爱玲 也在做着积极的准备 我自己要想自己的动作 自己认真的滑就行了 就不用想外界的教练呀 或者别的比赛的滑手呀 或者是照相机啊 录像就是这些 都不用影响我自己的滑 我妈妈老是说滑雪 训练的时候要像比赛 然后比赛的时候要像训练 现在的古爱玲还是一个高中生 平日里 她需要和其他同学一样 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业上 只能利用节假日进行滑雪训练 谈到未来规划 古爱玲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 她说 自己在生活里经常考虑的是 不要判断未来 而要享受现在 80岁的时候 想的时候 想这个生命的时候 不会说 哦我16岁 要是赢了这个比赛就好了 我肯定不会这样吧 我就是一直就想 哦这一生活得特别好 特别高兴 一直都是享受 这就够了 天才滑雪少女 零零后的古爱玲 带着这样的光环 开始走入中国大众视野 而她的出现 也让人们对北京冬奥会 自由式滑雪项目 充满了更多的期待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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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